东森美丑电视联手Unistar演绎经济学院 今天来策划的是悠悠小直播报新闻 这次就来预告4月30号在美国是什么特殊节日 大家好,我是悠悠小直播尚儿 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直播告诉你 今年的4月30号是国家珍珠奶茶日 National Bubble Tea Day 珍珠奶茶源自于台湾 不只是当地的国民饮料 在国外市场更是大放异财广受欢迎 因此国家珍珠奶茶日的创立 就是要发扬这个大人小孩都喜欢的梦幻饮品 根据市场调查显示 全球的珍珠奶茶市场在近7年内成长了快要一倍 达到43亿美元 规模十分惊人 甚至连德国麦当劳在2012年就将珍珠奶茶加入菜单中 珍珠奶茶最早诞生于1980年代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种创意吃法也在各国流行 以茶粉圆牛奶为基本组成元素之下 各个饮料店和餐厅除了已经发展出各种不同口味的珍珠奶茶 甚至加到菜肴里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珍奶蛋糕 珍奶披萨和珍奶拉面等创新吃法 都让人无法忽视珍珠奶茶的魅力与影响 又有小主播尚洛杉矶报导